58岁胡瓜耿叶和挨沫的他视讯,一挂电话不久对方就走了让胡瓜当场泪崩。 58岁胡瓜耿叶和挨沫的他视讯,一挂电话不久对方就走了,让胡瓜当场泪崩。 一人胡瓜一向在镜头前冷静幽默,但这次他却忍不住哽咽失控了。 原来,这天他在医师好拉上聊到了安宁病房的话题,想起一位白墨粉丝在和他通话不久后离开人世的往事。 图片来源于东森超市。 胡瓜耿叶表示,会有粉丝私讯希望他录个影片向病患家属打气,但有时明知道对方已没有复原机会,会让他很难过,希望我们跟他讲话。 可是你要讲什么?所以很难去录安慰的话。图片来源于东森超市。 某次,有位网友希望他能帮白墨父亲打气,胡瓜因时间无法配合,只能用视讯通话。 这天下午一点多,他完成了粉丝的愿望,但就在下午三点多时,这位白墨父亲就辞世了,让胡瓜忍不住情绪激动。 图片来源于东森超市。 他在节目上难得感性表示,生死课题本来就大家要去面对,要积极乐观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,一番话令全场动容。 图片来源于东森超市。生与死是人生一辈子都要面对的议题,愿大家珍惜眼前人。 对。 好。 对。 那么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